烙鐵是電子創造過程中的靈魂 它總能讓我們結合無數的電子零件 來實現跳脫現實又有趣的科幻創作 那到底什麼是好的焊接呢? 你覺得是價值不菲的烙鐵? 還是高超的焊接技巧? 還是擁有最好的焊息等材料? 無論是上述哪個要素 在焊接的討論當中經常有一樣東西是會被忽略的 那就是焊接開始到焊接結束 整個過程經常要做的一件事 清潔 那各種不同的烙鐵清潔到底要怎麼做才適合呢? 到底清潔對焊接效率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呢? 這是我們這期影片要來探討的 歡迎來到智慧邦一個喜歡動手做的頻道 我是寶咖咖 我們先看看烙鐵 這是直熱式的烙鐵 這是恆溫烙鐵 這是無線烙鐵 我們先用直熱式烙鐵來做比喻 烙鐵會氧化的原因是它的溫度太高 一般直熱式的烙鐵插電之後 它的溫度就一直上升 上升到大概350到450度之間 這個溫度對焊息來說其實稍微太高了一點 所以很容易在焊息表面產生氧化就會黑掉 那這個怎麼解決呢? 第一個方法就是把它改成恆溫烙鐵 這就是恆溫烙鐵 恆溫烙鐵它可以自己設定我要的溫度 那這樣的溫度的話 其實你就可以以焊息的需求的溫度 來去設定我要的溫度 像我這個設定就可以設定在300度 那這300度的時候這個焊接的焊息 就比較不容易氧化 它上面的錫也比較不容易發黑 所以溫度設定太高的話 我們可以用恆溫烙鐵來做解決 第二個烙鐵在高溫的時候 然後沾到塑膠材質 我們沾到塑膠材質的時候 有些錫會黏在塑膠上面 有些塑膠的殘骸會留在烙鐵上面 會產生黑黑的 那這個黑黑的塑膠材質呢 也會讓這個烙鐵的頭也會開始發黑 那第三個就是烙鐵頭長時間使用 如果說我今天一直放著 然後一直在高溫的情況下時間很長 那這樣子的話就有可能發黑的這個狀況 第四個就是烙鐵頭長時間不清潔 不清潔的話 它烙鐵頭就會氧化成會一直累積累積 累積到最後整個烙鐵頭就會變得非常的黑 所以以上幾點呢 我的烙鐵常常會焊接的時候焊接不涼 吃息吃不上 那怎麼辦呢 第一個方法就是用焊息絲持續包覆烙鐵頭 我們再透過銅絲球進行清潔 繼續沾吸 這樣子呢就可以讓表面變得非常的乾淨 這是最簡單的一個烙鐵頭的氧化部分的話 清潔的一個方法 但是如果說你今天氧化的程度很嚴重 你經過焊息去沾 它還是不吃錫 它自己會掉下去 怎麼辦呢 你可以拿出鑄焊劑 鑄焊劑有很多種 那我們呢隨便就是拿一個鑄焊劑 然後接觸鑄焊劑 烙鐵接觸鑄焊劑之後會產生煙 那鑄焊劑是可以把這個烙鐵的錫去做一個清潔 然後一樣在沾洗之後再做清潔 這樣子的話烙鐵頭就會變得很乾淨了 那如果說烙鐵還是不乾淨怎麼辦很嚴重怎麼辦呢 你可以選擇烙鐵還原劑 打開是這樣子的 它這個烙鐵呢在加熱的情況下 然後去接觸它 接觸完之後它會清潔表面上面的錫 這樣子來來回回幾次之後 讓它把它上面的一個氧化物全部清潔完之後 再進行擦拭 擦拭完之後表面就會比較乾淨了 再加一下焊錫 這樣就完成烙鐵的清潔了 這是最終版的 就是假設說你今天烙鐵一直吃不上洗 我覺得這個其實是還蠻好用的 如果你的烙鐵頭已經併入膏肓了 它已經很難再吃洗了 表面已經很黑很黑 那怎麼辦呢 美工刀 美工刀使用的時候呢 你要用美工刀的刀背 刀背的部分輕輕刮除 輕輕刮 把不吃洗的地方 用美工刀把它輕輕刮掉 因為它吃洗面的部分是有鍍成的 所以力量不要太大 只要把這個很嚴重的黑色的地方 沒有辦法吃洗的地方 刮除就可以了 刮除完之後呢 一樣也是沾上焊錫 進行清潔 好這樣就完成了 經過這些步驟我們來看一下焊接效果 你看 焊錫在吃洗的時候就非常容易 焊錫就可以直接連在烙鐵頭上面了 那烙鐵正常的使用的時候 我們怎麼清潔它呢 第一個使用海綿清潔 海綿呢它是一種木薑綿 那使用時我們要先沖水浸濕 浸濕完之後 然後用手擰乾 擰乾到微濕的狀態即可 烙鐵使用後呢 我們可以透過海綿清潔烙鐵頭上面的氧化物 那我們怎麼辨識這個海綿的水分 多還是少呢 你只要把烙鐵頭放上去 會有呲呲的聲音 這就代表這個海綿的水分太多了 我們需要擰乾一些 把它擰乾 擰乾之後水分變少了 你可以再試看看它的效果 有沒有它的聲音變小聲了 這樣的水分就是剛剛好的狀態 那我們現在焊接的時候呢 我們上面會有一些錫渣 還是一些氧化的地方 我們就可以在這個海綿上面做擦拭 擦拭完之後表面就會非常的乾淨 那我們就可以繼續進行焊接 這是我最愛用的清潔方式 因為它的清潔效果我認為是最好的 有人說海綿清潔很危險 因為烙鐵碰觸到海綿的時候 溫度會下降 導致烙鐵表面會鍍成玻璃 讓壽命下降 這是有道理的 因為比較低階的烙鐵 它本身鍍成很薄 就像這個 它本身的鍍成很薄 所以在溫差的瞬間是有可能導致鍍成老化的 但這裡有兩種辦法可以解決 第一就是購買品質比較佳的烙鐵 像我手上這支烙鐵已經用了好多年了 完全都是用海綿來清潔 除了黑一點之外 焊接都非常容易 另外呢就是海綿沾水之後必須擰乾 讓海綿稍微濕濕的就行 就像以前老人家啊 都說開車的時候要暖車五分鐘才能上路 但現在已經很少人這樣做了 因為現在的引擎技術已經升級 不暖車就行駛 對引擎的傷害已經微乎極為 而且烙鐵頭本身就是耗材 我實際實用上其實影響不大 第二個呢就是銅絲球 銅絲球清潔呢 市面上有在賣這樣的銅絲球 在電子材料行就有賣 它也是很多生產線最愛用的一種清潔方式 焊接的時候 將烙鐵頭插入銅絲球 來回摩擦 氧化物跟焊洗就會留在銅絲球裡面 達到清潔的目的 有人說洗碗的鋼絲球也可以 我實際試過還是銅絲球是比較好用一點 而且它的優點就是烙鐵頭的溫度不會下降 而且針對比較髒的烙鐵頭 因為它這樣子的刮消 它的刮消力會更好一點 但清潔上如果跟我一樣有強迫症的 我覺得它比海綿再差一點 它偶爾表面還會有殘留的一些吸渣 至於海綿比較好呢 還是銅絲球比較好 就看你的喜好了 再來就是老司機場會用的一個方法 也是生產線常常會用的 叫做客席 就是你在焊接的時候 你的這些席 你可以用輕輕敲的方式 把這些席渣掉到這裡面去 這個做法第一就是取得一個容器 一般生產線的呢 它都會拿這種膠帶捲 然後下面貼平之後 就拿這個去敲 因為畢竟是紙比較耐熱 那這個的話是我喝雞精 那這雞精喝完之後呢 它剩下了玻璃瓶 因為它也是很耐熱 而且它是有一個重量的 所以這樣子敲的時候 它就不會偏 那我之前也有試過用這種的蓋子 這個鐵蓋 但是你敲的時候 因為它太輕了 所以它會翻來翻去的不好用 那如果說用這個塑膠的盒子呢 是可以 但是它這邊邊是塑膠 很容易就是不小心會融化 為了做上了空間呢 我覺得這個雞精的容器 是非常適合做客席的一個動作 因為它重量夠重 而且它是玻璃的 不會融化 但是你在敲的時候 不能敲太大力喔 因為它這個是電子式的一個手柄 所以電子式的東西 盡量不要敲太大力 可以沾席之後 把多餘的席敲掉 敲掉之後呢 我們可以用銅絲球清潔 或是用海綿清潔 那這樣子的話 表面就會非常的乾淨了 最後烙鐵要怎麼保養呢 使用的時候 烙鐵頭包覆一層焊錫 它上面有焊錫的時候 它的氧化霧就會浮在這個焊錫的表面 所以你在焊接的時候 焊接完進行清潔 它的氧化霧就會很快就被清潔掉了 好 那這樣子再沾一點焊錫 再繼續焊接 那最後使用結束之後 怎麼處理呢 一樣也是清潔烙鐵頭 把烙鐵頭的髒東西全部清潔乾淨 清潔乾淨之後呢 我們先上一層焊錫 焊錫完之後呢 再把電源關機 這樣即可 這樣子的存放的時候 它的外側全部都是靠焊錫去包覆的 那這樣好處就是 即使它氧化 它也是在外面 那你在下一次使用的時候 再把它做清潔 那你的烙鐵頭就永遠都是 非常的棒 非常的好用 即使你有氧化霧在焊錫的表面 只要用海綿或銅石球一插 就可以輕易的移除了 這是我多年的經驗分享 也希望能幫到你 祝你電子維修與創作順順利利 也記得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喔 我們下次見 掰掰 那麥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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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ven